朋友们好,与众不同,章鱼读到 今天聊的话题是 你懂书法吗? 你真的懂书法吗? 你不懂书法? 你真的不懂书法吗? 听起来有点绕 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 就是我注意到 就是经常会看到啊 在一篇写书法的文章 下面的评论区 或者讲书法的视频 下面的评论区 会出现你不懂书法 这么一句话 那出现这一句话 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评论区 有人就说这个不好 你说这个字好啊 我说他不好 写的很差 这个时候呢 说好的人就会说 你不懂书法 那最近呢 就是比较火的 就是那几位 这个书写的大佬 包括这个书坛的大佬 因为有的人不在书写里面 对吧 做这个官啊 他们的这个凯书作品 引起了这个广泛的争议 那很多人呢 就是说这个不好啊 那如果有人写文章 说这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那这种人文章写了之后 你要在下面说不好 他就告诉你啊 你根本就不懂书法 就这么一句话 就是免谈 有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我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我们来讲一讲 就是中国人啊 他大多数当中这些人 他到底懂不懂书法 你如果说懂书法 就是必须要看过什么 中国书法史啊 中国书法史还有不同人撰写的版本呢 还是这个标准是看过历代的一些著名的书论呢 然后自己还有实践呢 如果以这个来作为懂不懂书法呢 应该说相当一部分人被屏蔽在外 可能就属于所谓的你不懂书法了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知道啊 一个中国人他从小接触的文字 他基本上对吧 都是汉字嘛 有的人现在有双语教育啊 但是更多他会接触汉字 然后到小学呢 可能有这个写大字了啊 可以接触到这个毛笔的这种书法 然后呢 他会看到一些背帖 然后呢 他到了这个市面上之后 他会看到一些店铺的这个牌匾 到了一些这个古叉啊 深山明叉 他会看到一些寺庙寺院里面的这些匾鹅 对吧 然后去故宫呢 又看到故宫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对联啊 匾鹅等等 还有到了明圣风景区 又会看到很多这种 哎 扁鹅呀 银莲呢 然后到一些大山里面 明山又可以看到什么呢 看到摩牙石刻 也就是说 他是有意无意当中 他会接受了这种书法的审美的一种教育 哎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培养起来的书法审美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种比较靠得住的书法审美 首先我们说在这个寺院里面 不允许你乱画的 你写字啊 你总得合乎这个法度 对吧 要写得好 你才可以在这个寺院里面出现你的这个书法作品 还有你提前的这些匾鹅呀 你要为这个店铺增光啊 对吧 哎 有可能也是一个名人一个文人 哎 他出手写的 写的也不会差 而且呢 因为是店铺 你得好辨识 不会让人看一头雾水 不知道是写的什么东西 等等啊 那还有就是这个明山大川 就更不要说了 这些人在明山大川 搞这个磨牙石刻 这些题词 他是希望别人一看就懂啊 不会我犹太山 我看这个字看半天 这写的什么天书难识啊 我不认识啊 他不会这样做 他一定要用传统的功底 把这个字写的很棒啊 跟这个拜宗福如和其鲁卿卫了啊 给跟这个五岳之手要相称 哎 这种情况下 人们所接受的书法的审美的 这种观感的教育 包括心灵神会道的某些东西 应该说 他是正的 也是正宗的 是主流的 是主脉 所以你说 在这种情况下 他懂不懂书法呢 应该说 他对书法是有一定的见赏力的 那我们说啊 这个为什么会在 有争议的作品面前 会谈到这个 你不懂书法呢 谈你不懂书法 它有一个方便之处 我不知道人们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心 说人不懂书法 引起了纷争啊 评论一多 流量啊 赚取流量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也是一种操作 还有呢 就是觉得别人这个 不懂书法 那 那别人是不是真的不懂书法呢 我前面啊 做了一下这个分析 那为什么会被认为不懂书法 首先 讲别人不懂书法对自己来说呢 有一种心理暗示 同时形成一种心理的优势 就是我懂书法 你不懂书法 首先来就让你觉得等而下之了 这是一点 那在讲这种情况下 讲的往往是一些有争议的作品 只有少数人觉得这个好 是出自真心觉得好 还是出自于别有用心说这个字真的好 这个我们难以去考证 我相信有的人可能就是认为这个写的好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审美眼光强加给这样的所谓的专家的 加在他们身上 那如果说他别有用心的就说这个好 有可能有很多种目的 比如说他说好的这个作品 跟他能够化归到一大类 比如说都是书写的 甚至是书写的有影响的人物 那我不讲他好 那我所在的这个所谓的协会 我的这个身份不都受损了吗 可能也有这种维护啊 一个圈子的这么一种心思在里面 那说不好的这些人 他不懂书法吗 我相信呢 所以安徒生那个童话 叫皇帝的新装啊 写的真是好 那皇帝他光屁股 他没有穿衣服 拍马屁的人就说 哎呀这衣服多好多好多好 别的人呢 有的人就在这种声音之下 就会想啊 我没有看到皇帝的衣服啊 是不是这个衣服太精妙了 太神了 我看不出来啊 我肉眼凡胎 我就看不出来啊 我不能瞎议论啊 我不能说皇帝没穿衣服啊 光着屁股啊 他不敢说 他有点胆怯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有光环 除了王冠之外 他还有光环呢 倒是一个小孩 看了之后就说了 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 其实我们看到的有些作品呢 就真的像朋友们说的皇帝的新装 那样的作品就类似于什么也没穿 那一些人不敢忘意是因为他是大咖写的 甚至所谓的这个打师写的 他的位置很高 这个人他不会写字吗 他怎么写成这样呢 是不是有很多讲究呢 于是就迷信光环 迷信这个地位 为上为输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敢说这个字写的不好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怀有一颗本心 一颗同心呢 他就是很赤诚的赤子之心 他一看 这个就是皇帝的新装 就直接指出了 那再看那些说你不懂书法的人 他们有的时候 他想刻意营造一种这种什么效果 或者说他想制造一种舆论 就是说大多数人是不懂书法的 那这样的一个论调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对搞书法的人 显然是一种自我的抬高 因为大多数人呢 他不懂书法呀 哎你看我不但懂书法 我还是这个什么会员呢 我还是书法家 这个呢就有一种自我的这种拔高 同时啊 如果说大家都懂了 显示不了区别呀 那大家都一样的 我都跟你们混为一谈 就是混在你们当中了 我们都是同一个群体 那显得我是什么呢 对吧 必须得鹤立鸡群 你不懂书法 这种想法的人一定是有的 就像玩魔术的 会说魔术是怎么样的神奇 但是一旦揭秘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一些机关 一些障眼法 甚至很可笑 但他就想到了 他就会那样玩呢 所以玩魔术的人 绝不允许你看到他后台的一些操作 对不对 就是制造神秘感 这样他才是这个魔术师 于是也形成一种行规 那实际上在书法这个领域啊 也有这种形式 他就是会把书法说的如何如何之这个学妙 如何如何这个讲究 那这样一讲究呢 你其他的人跟他一比 你又讲不出来这个自愁阴谋 他毕竟吃这碗饭 他看这方面的书多 用的词比较多 最起码什么诗成古人啊 古桌呀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那套 我说过自古以来的硬通货 把那些拿出来 堵别人的嘴 那这样对自身的这种显得抬升啊 对吧 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书法的门槛是低的 他这样一说 这个门槛就很高了 门槛一高 你很多人你就进不来 你说的话都是门外 门外汉的门外话 这种人呢 应该不少 就包括书写的一些大佬 他们都说 呀好多人都不懂书法 你看到我们的字就喷 但实际上你们那字怎么样 你自己其实心里很清楚 那也有的一些人已经修为到功力很深了 比如说他厚颜无耻啊 他自欺欺人啊 他都欺骗自己 我写的就是好啊 我写的太好了 你写的是真的好吗 所以我在想 这个当代书坛 我这些年看到的 经常是前人一面 流行书风 比如说写历数的 都朝一个方向去写啊 然后写这个草书往一个方向写 所以后人他如果评论这个 这一代人的书法呀 可能没有什么一个一个 就是跳出来的 谁谁是大师 谁谁是大师 跳不出来呀 只能说那一代人 他们的书法呀 是一个群体 基本上呈现类似的 甚至雷同的一些面目 哎 他们没有个人 真的 现在很多人是没有个人的 那你说 这个叫不懂书法吗 这个书法呀 老实说呢 这个经常这面台杠 是都是针锋相对的 就是这个叫张旭光先生说呀 没有了汉字 这个书法也照样会存在 但是孙小云女士就说了 说书法必须首先是汉字 必须首先是汉字 你说那这两个不就干上了吗 对不对 那书法是不是 首先必须得是汉字呢 我想大家心里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这个话题呀 说出来之后 可能也有人说不懂书法 书法是被神秘化了 没那么神秘 我们知道当今的书法理论是最多的 跟书法有关的教授 也是在历史上最多的 写的书也是最多的 那今天字写的这么这么好的人多吗 并没有因为理论这个多 它就多呀 就像有人说 那个蜈蚣又叫百租虫啊 那么多脚 几十对脚 他爬的时候 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有人跟他分析说 你这个走路的时候先卖哪一只脚啊 这个蜈蚣啊 他就不会走路了 他就拧巴了 道理就是这个 书法本来我觉得 他这种书写啊 他有一种自然的这种属性 有一派自然 天真在里面 包括用一些你自己的灵性在里面 但是把书法搞得那么技术化 甚至用现在的这种构成啊 什么几何呀 来分析啊 这个书法就搞得好 搞得怪了 就是书法真没这么神秘 好了 就聊到这儿 跟着谁 我 就 有 我 感谢观看